老公 你妹妹说中秋要来住一段时间 我实在不想和她碰面 惹不起 咱躲得起 我准备带着女儿去广东玩一圈 这段时间就先不回来了 老婆 真的很对不起 让你和孩子跟着我收了这么多委屈 都怪我妈糊涂 倾心了我妹妹的挑拨离间 不然她也不敢这样 你想出去就出去吧 好好散散先 家里有我呢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 老公 谢谢你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 还有 我有个想法想和你聊聊 我不想再和咱妈一起住了 我想搬出去 每次我们一出门 你妈就会跑到我的房间里 翻找值钱的东西 上次她把你给我买的金手镯偷走了 我让她还给我 她却死活不承认 我真的没办法再和她一起住下了 老婆 你把心放肚子里 这件事我了解了 我肯定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咱妈这样的行为确实过分了 我一定会严肃地和她谈谈 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也会想办法把你的金手镯找回来 不能让你平白受了这份委屈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 以后我会更加保护你和孩子 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嘱咐完所有的事情后 母女二人便出发前往广东 李坤一走进屋子 就看到妹妹和母亲坐在客厅里 正看着电视机 也不知道在闲聊些什么 儿子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瞧瞧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那好媳妇 连饭都不给做一口 你妹妹回来一趟多不容易啊 连口肉乎饭菜都吃不上 哪有她这样当嫂子的 是啊 哥 我倒是没什么 嫂子不给我饭吃也没关系 可咱妈能一样吗 妈年龄越来越大了 一天比一天岁数大 嫂子老是让妈饿着 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万一出点什么事 到那时候哥你哭都找不着掉了 就你那媳妇 现在都六点了 还不回来做饭 简直太过分了 哪有这样当大儿媳妇的呢 说够了没有 从我一进门 你们就你一言他一语的 数了我老婆的不是 怎么着 在这一唱一鹤 跟我演双簧呢 你们明明自己有手有脚 想吃东西 不会自己去厨房做吗 冰箱里什么都有 你嫂子今天不做饭 难道你们就不活了 她给婆婆做饭 是余情余理 可凭什么 你在这指手画脚 你算老几啊 没错 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那不是必然的吗 她作为一个儿媳妇 本份工作都做不好吗 洗衣做饭 伺候我们一家老小 这都是应该的 你看看那一大堆衣服 她不赶紧洗 难道还想让我洗 白日做梦 根本不可能 有了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到时候 她就会总找借口 次次都指望 我可不行 儿媳妇可不能这么调教 你妹妹回到娘家 是来看我的 那就是客 天下哪有 让客人动手的道理 妈 我记得我媳妇 昨天不是把所有衣服 都洗了吗 怎么今天又多出来这么多 难道是 你们又换了很多衣服 咱也不能这样 我媳妇每天也很辛苦的 又要上班 又要操持家务 咱们也得多体谅体谅她 哥 那堆衣服是我拿过来的 我想着嫂子在家 能帮我洗一下 我平时工作也忙 没时间洗 再说了 嫂子作为家里的儿媳妇 洗洗衣服也是应该的嘛 哥 你可不能怪我 我也是没办法才拿过来的 你说这些衣服都是你的 那你自己怎么不洗 你是手脚不能动了 还是怎么着 你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 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 你自己没家吗 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 你把衣服拿到我们家 让你嫂子洗 你怎么好意思呢 哥 你这是吃枪药了呀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要不是我家洗衣机坏了 正在维修 你以为我会把衣服 拿到这儿来洗吗 再说了 就这么点衣服 洗一下又不是什么难事 嫂子平时不也经常做家务吗 帮我洗一下衣服怎么了 你也别这么大火气呀 你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这大包小包的 哪里是一点衣服 没有三两个小时 根本洗不完 你说你家洗衣机坏了 拿过来我家洗也就算了 洗衣机就在卫生间 你又不是找不到 自己去洗呀 还想什么呢 什么事都让你嫂子干 她也不是你家保姆 她每天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已经很辛苦了 凭什么还要给你洗衣服 你也别这么不懂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儿子 你少说两句 好歹她也是你的妹妹 你赶紧让你媳妇回来把饭做了 我都饿坏了 滴血糖都要饭了 你也不想看到我身体不舒服吧 再说了 这本来就是儿媳妇应该做的事情 你媳妇不在家 这家里都乱套了 你赶紧把她叫回来 让她好好照顾这个家 就是啊 哥都几点了 嫂子怎么还不做饭 我要是在我公婆家 从来都是把饭菜端上桌给公婆吃 绝不让我婆婆做一次饭 一会儿嫂子来了 你狠狠管教管教她 我跟你讲 人不能惯着 要不然的话就会灌出来一身毛病的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竟说不是人的话 你去你婆婆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你还给你婆婆做过饭 你天天就知道娘家好总是往娘家好 只要你一回来就蹿跺咱妈说你嫂子的不是 你嫂子现在不在家 带着妞妞去广东玩去了 我是不会做饭的 要想吃饭就自己去做 不然就都在这饿着吧 至于你拿回来的那些衣服 要么你去洗 要么就在那放着吧 没人管你 你去回来个什么东西 真是太放肆了 她也不把我放眼里了 我同意她出去玩了吗 她就去 家里这么多活等着谁来做呀 你赶紧让她回来 妈 你以后就别指望小美像驴一样伺候你了 家里的活你能做就做 不想做就让你女儿做 反正她有那闲工夫来挑拨离间 正好给你做做家务帮帮忙 她也是你的女儿 给你做饭尽孝也是应该的 你不会有意见吧 哥 你今天吃枪药了 说话阴阳怪气的 妈没吃上饭 心理就够不顺的了 你就不存心气咱妈的吗 你赶紧让嫂子回来给咱妈做饭 别惹妈不高兴了 我可不敢惹妈生气 我也跟你们明说吧 我和小美已经决定单独出去住了 以后你们的事我和老婆不参与 爱找谁是找谁是跟我们没关系 儿子你是钱多不到 怎么花好了事不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 你为什么要搬出去 是不是小美那个坏女人 给你吹枕边风了 当初你娶她的时候我就不同意 这次好了 她又窜多你出去住 实在不行你就和她离婚 妈再给你找 男人都一样 都是娶了媳妇 忘了娘的主 你也犯不上跟她生气 妈你不还有我呢吗 咱娘俩才是最亲的 哥她现在一心就向着嫂子 也不考虑考虑你的感受 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得让她把嫂子叫回来 好好伺候你 不然以后还不得被嫂子 拿捏得死死的 可是我这心里堵得慌啊 还好我有你 我大姑娘孝顺 总能回来陪我 要不是 没事惦记我 回来帮我出出主意 我早就被那个阴险的儿媳妇 吃干抹净了 可不是嘛 哥有了媳妇就不管你了 他还老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教你做事 说什么老人吃饭不能太咸太油 要多运动 适当做家务 不就是嫌你吃得多又不干活 你不听他的 他就拉着脸 妈 要不是心疼你 我才不回这个家呢 躲都来不及 可不是咋的 他一个外人 终究不能真心对我 还好我有个好女儿 我命苦啊 让儿子娶了个爱搬弄是非的儿媳妇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昨天你王叔找我去跳广场舞 玩得可高兴了 满心欢喜回来 结果你嫂子居然说 让我跟你王叔住一分寸 怕让人看见说闲话 你王叔是有父之父没错 可我也没做过分的事啊 他也太拿自己当根葱了 多管闲事 管好自己分内的是得了 要真把王叔给抢过来了 那我是我妈风韵犹存 不减当年 我嫂子真是是非不分 胳膊肘就知道往外管 你们别越说越过分 我了解我老婆为人 她是为你们好 你们不领情还诬蔑她 每次吵架都是她主动和解 你们却没人情味 我和小美结婚这么久 她没说过你们不是 受着委屈还被你们诋毁 女儿 你听听你哥说的这些话 她是在说我老了 越活越回旋 我听得明白 我这么大年纪了 到头来还要被儿子 说得这么难听 你别以老卖老 这些年 你们对小美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在眼里 只要我妹回来 你们就各种事 对小美15喝溜 想把她踩在脚下 让她伺候你们 你的女儿是女儿 小美也是被她爸捧在手心的 凭什么遭见她 小美是我老婆 不是丫鬟 哥 你这是分不清理外的呀 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这么说我和妈妈 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呀 我和妈说话 你别插嘴 早知道你这么嚼势 就不打理你 你都嫁人了 还老往娘家跑 你一回来就没好事 自己家都乱 还有脸说三道四 以后少来我家 妈 你总说小美不笑 可她当牛做马 妹妹一来就吵架 你看不出来 够了 李坤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真是娶了媳妇 望望娘 你那老婆是不是拿离婚来威胁你了 要不然你也不会说出这么混账的话 没事 儿子你不用害怕 你现在就叫她回来 我好好制止她 你要是非得和她过不要吗 那我就给她赔礼道歉 磕头 认错 你看刑部 什么磕头赔罪 妈 你是她的婆婆 是她的长辈 她还能骑在你的头上拉屎不成 你可千万别听我哥的 她肯定是鬼迷了心窍 现在都敢和你公然作对了 女儿妈都知道你是为了我 你也不用多说了 你哥今天就是为她媳妇出头的 要是没有个结果 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就随了她的意 给她媳妇磕头道歉 妈 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胡搅蛮缠 我说这么多 是让你看清谁真孝顺 你们别演戏了 我看清你们了 每次你们惹事 闹不下去就装可怜 以前冤枉老婆 要不是你们挑拨 我和她也不会疏远 我太天真了 李坤 你真是个白眼狼 我算是白养你这么大了 给你娶妻生子 反过来是我的不是了 看来这个家 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 既然你不养我 那我明天就搬去 妹妹家和她们一起住 反正我女儿孝顺以后 你就没有我这个妈了 你就守着你的好媳妇过吧 妈 你不能搬去我那 去了就中了嫂子奸妓 亲戚朋友知道了也不好 现在搬去我家 邻居看见到没什么 就怕弟妹出去说你坏话 颠倒是非 说你是坏婆婆 到时候你想回来都回不来 你把心放肚子里 我老婆没你那么多花花肠子 咱妈一直说你最孝顺 正好给你尽孝机会 咱妈去你家住 你不欢迎了 放心 就算去你家住 这房子我不稀罕 我和你嫂子会搬出去 等妈在你家住不下去 还能回来 我会每月给妈四千块生活费 就算你不管 妈也有口饭吃 你瞎说了吧 我女儿不会把我从她家赶出来 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 去你妹妹家享福 我在这个家多待一秒 都影响心情 正好我也不爱你们演了 妈 你得考虑清楚啊 你现在走 郑重他们下怀 你可不能老糊涂 你要是离开这个家 再想回来可就难了 回什么回 你哥他们这么对我 我不回来 在你家享受天伦之乐不好吗 在你身边 你也不用牵挂我 为我担心 还方便你尽孝 就是啊 妹妹 妈都决定去我们家住了 你还推三组四干嘛 赶紧帮妈收拾东西 你给我正好送送你们 那可不行 妈 我家不像哥家 只有两间房 你来没地方住 而且我们生活习惯 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怕你不习惯 妈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大哥家 我没事多来看你 我出来挺长时间了 外孙子该睡醒了 我得回家给他做饭 妈 你别送我了 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走了呢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妈 我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哥和嫂子他们总是针对我 你把我也带走吧 咱们去我家 虽然地方小 但总比在这兽气强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咱们一起过安稳日子 妈 要不你还是给嫂子道个歉吧 嫂子心胸宽广 肯定会原谅你的 我平时得上班 没有多余时间照顾你 你和嫂子把关系缓和了 你在这儿也能有人照应 不然我上班也不安心 总担心你一个人在家 而且一家人有啥过不去的坎呢 道个歉 大家和和气气的多好 妹妹 你不是最孝顺吗 咋不管呢 哥多说一句 自己家的事都顾不好 就别来我家瞎操心 你嫂子善良贤惠 不愿计较 但你们别蹬鼻子上脸 以后要是再敢伤害她 别怪我不客气 我肯定让你好看 妹妹听了李坤的这番话 满心委屈却无从辩驳 只能默默地转身 一个人灰溜溜地离开 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下 显得格外落寞 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一般 她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心中充满了无奈和迷茫 妈 这就是你一直觉得最孝顺的女儿 关键时候却不管你了 你平时那么疼她 我都替你心寒 我也走了 我得去陪老婆孩子 你自己在这好好生活吧 有啥事就找你那孝顺的女儿 我可能也没时间管你了 婆婆望着空荡荡的屋子 往昔小美对自己的百般照顾 如电影般在脑海中浮现 再想到亲生女儿不但不管自己 还只会搬弄是非 心中涌起无尽的后悔 她懊悔自己曾经对小美的磕带 也悔恨没有看清女儿的真面目 此刻的她 孤独地站在那里 满心都是自责与愧疚 谢谢大家